第157章 萧妍眉头紧皱了起来 无奈地摇了摇头 将匕首上的鲜血擦干净收好 站起身来 对着正盯着自己眼睛眨也不眨的众人耸了耸肩 看来我似乎挺倒霉 什么都没有 听得萧妍的话 众人这才从震惊中逐渐回过神来 望着萧妍那一无所获的双手 卡纲也值得惋惜地摇了摇头 然后一挥手大声喝倒 各位 先帮团长解决另外一头魔兽 听着卡纲的喝声 众位血战拥兵也赶紧抓起手中的武器 然后涌向费雷的战场 将那头魔兽包围了起来 然后由费雷指挥着 开始对魔兽进行着围杀 手持着玄重齿 萧妍斜靠着树干 嘴中咬着草根 低头望着自己 那被擦破了皮儿 而不断滴着血的拳头 目光中确实跳动着兴奋 虽然说先前一拳击杀这头二阶魔兽 是因为属性相克的缘故 不过子火的威力 还真是远远地超出了消炎的预料 这要是换作平常 即使是自己驶上了八级崩 也顶多只能伤到二阶魔兽 想要击杀 却依然还是有点不可能 手指在纳戒上轻刨了刨 消炎从中取出一枚回气丹 然后不着痕迹地塞进嘴中 喉咙滚动了一下 将之吞了下去 唉 这破功法 如果再不进化 我可连回气丹都吃不起了 感受着体内逐渐回复的斗气 消炎无奈地轻声道 在消炎无聊地斜靠着树干之时 不远处的两道倩影 却是缓缓对着她走了过来 喂 消炎 你没事吧 少女娇嫩的声音 让得消炎懒散地抬起头来 目光随意地瞟了一眼铃儿 然后 视线在其身旁 那位魔鬼身材的女子身上 停留了一会儿 便是懒懒地收了回来 对于这位 给她留下刁蛮印象的少女 消炎实在是 没有多少理会的心思 所以当下 不嫌不淡地说道 哦 没事 被消炎这般平静对待 灵儿翘脸上略微有些战红 张着红润的小嘴 欲言又止的模样 可确实偏偏说不出 半点缓和气氛的话语 想来她也知道 上次自己给对方 留下了什么印象 你的手掌好像在流血 需要包扎一下吗 见到气氛沉闷 那名魔鬼身材的女子 只得无奈开口 顿时 清脆的声音 便是在消炎耳边 响了起来 抬眼望着这名 模样颇为不错的女子 消炎目光 在其身上扫了一扫 微微摇头 同样是有些 无奈地说道 不用了 没什么事 消炎和先前 如出一折平淡的模样 也是让得情意 微微一正 她不是自恋啊 以她的容貌 还真的很少遇见 这般对待 不过 她也是清高气傲之人 见到消炎摇头拒绝 也就不再继续询问 于是 三人间的气氛 再度变得沉闷 沉闷的气氛 持续了半响之后 终于是被森林中 一阵欢呼声 给打破了去 三人抬起头 却是发现 原来 那头与费雷苦战的魔兽 已经被众人联手击杀 难怪他们会如此兴奋 将魔兽尸体丢下 吩咐几名拥兵寻找挖取魔盒 费雷带着卡钢等人 大笑着 对着消炎走过来 豪迈的笑声 将林间的飞鸟 都震飞了许多 哈哈 消炎小兄弟 久闻其名 确实一直未能有亲眼见到 今日还真是多谢了 消炎微笑着摇了摇头 先是跟卡钢打了一声招呼 这才对着 这位看起来 颇为豪爽的壮汉笑道 我在青山镇 能有什么好名声 小小年纪 连牧蛇那狡猾的家伙 都栽在你手中 这名声可不弱 至少我血战佣兵团 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 费雷上下打量了一下消炎 心中忍不住 再次叹息着摇了摇头 看先前消炎的出手 想来 传闻中牧蛇被他击杀的消息 应该的确是真的了 真不知道 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 不顾二十的年龄 怎么就如此变态 随意的笑了笑 硝烟抬头望了望天色 我无奈得到 抱歉了 那头魔兽体内并没有二阶兵系磨合 所以我只能继续去寻找 恐怕不能陪你们继续聊天了 说着消炎便是将手中的玄中尺背在背上 准备着再次进入森林寻找目标 十分抱歉 竟然让你白出手了一次 若你不介意的话 取另外一头魔兽的魔精吧 虽然那是一枚图属性的 叹了叹手 费雷歉意的道 算了 我只需要兵系的二阶磨合 那东西你们留着吧 笑着摆了摆手 硝烟转身对着森林之外行去 等等 女子清冷悦耳的声音 突然从后面传来 让得消炎止住了脚步 疑惑地转过身来 望着秦也 你很需要二阶的兵系磨合 微皱着柳梅 秦也问道 嗯 有点事 文言 秦也略微愁愁了一下 然后伸出玉手 经修长脖子之上的挂坠 缓缓取了下来 挂坠的一头 被秦也藏在皮衣之内 随着他的轻轻扯动 挂坠被完全扯了出来 原来在挂坠的尽头 竟然吊着一枚浑圆的白色冰珠 这是二阶魔兽冰雪罗兽的魔盒 你帮了我们雪战拥兵团一次 那便用它来做报酬吧 有些不舍得摸了摸这枚漂亮的白色魔盒 请也将它抛向消炎 习惯性地伸出手 接住这枚白色魔盒 入手处一片温凉 而且或许是因为 长久被藏在女子贴身位置的缘故 所以竟然有些淡淡的体香残留 晴也 见到晴也的举动 一旁的肺雷不由地叫了一声 略微沉言后 只得无奈地说道 既然你自己愿意 那便随便你吧 不过这是你的死物 带回去之后 我们会用别的物品来补偿你 毕竟这是团规 不用了 若不是他出手帮忙 我们这里恐怕至少会损伤一半的同伴 摇了摇头 晴也微笑道 果然是二阶的冰属性魔盒 略微感应了一下手中魔盒的能量 硝烟也是面露喜意 将魔盒不客气地收好 抬头望着晴也那张精致的俏脸 笑道 多谢了 不过这是你的东西 我也的确不好让你吃亏 这样吧 皱着眉头沉言了一会儿 硝烟手掌一番 一个小玉瓶出现在掌心中 然后将之抛向晴也 朗笑道 这里面有五枚回气单 能够让你在危急关头迅速回复斗气 谈起价值来说并不会逊色于你这枚二极磨合 现在将它给你 算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吧 本来心中并未打算接受对方的东西 可当回气单三字一入耳 晴也俏脸 微微一愣 旋即赶忙伸出手来 小心翼翼的接过玉瓶 打开一看 玉瓶上满是惊喜 这里竟然真的是丹药 文言一旁的费雷等人也是有些动容 在他们这种地方 根本很少见到真正出自炼药师手中的正宗丹药 所以当下 见到硝烟居然是拿出五枚回气单 都是颇感震撼 这小家伙 果然背景不浅啊 看这手笔 多半还是一些大家族出来历练的少爷 那慕雷也还真是够倒霉的 望着晴夜手中的玉瓶 费雷心头不由得暗道 各位多谢了 硝烟上还有些急事 所以便不久留了 告辞 磨合到手 硝烟也是 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回去炼制两种丹药 以便吞噬子火 当下对着费雷等人 拱了拱手 脚掌在地面猛的一踏 身形迅速的 飞射进了密林之中 最后 逐渐的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内 望着那缓缓消失在密林黑暗中的硝烟 费雷忍不住的叹了一口气 哭笑道 哎 本来还想让硝烟小兄弟加入我们血战佣兵团的 不过 看他这大手笔 我实在是没脸开那口啊 走吧 别乱想了 以他的天赋 根本不可能 屈居于我们这小小的佣兵团之内 照我猜测 他来魔兽山脉 多半还是历练吧 以他的修炼天赋与心机 外面那广阔的世界 才是他大展手段的舞台 我们还是安心的当小小佣兵吧 说不定十年二十年号 他再来青山小镇 说不定就是一位大斗师 甚至是斗灵强者了 收好玉瓶 请也转身淡淡的倒 也是啊 有些自嘲地摇了摇头 费雷手掌一挥 带着众多属下 大声唱着凯旋的歌 抬着两头魔兽尸体 对着青山小镇赶回 虽然他们没有消炎那种追求力量的天赋 不过 小人物同样有着小人物舒畅的生活 钻进了密林 消炎在急性了一振之后 方才停下脚步 背肩微微一颤 紫云翼缓缓地舒展开来 道气在体内流转了几圈 然后灌注进背后的双翼之中 顿时 消炎的身体缓缓地飘浮了起来 双翼再次移震 身形便是直接冲破树林的束缚 跃上蔚蓝的天空 在辨别了一下位置之后 展翅对着小山谷的地方挤躲而去 在飞行路途中 消炎吃了三枚回气丹 这才逐渐地看见了那笼罩在浓雾之下的小山谷 当下精神一震 直接穿破浓雾 飞进了小山谷之中 在即将落地之时 消炎双翼微颤 化为纹身贴在了肩膀之上 经历了一场大战 再次回到平静的山谷 消炎忍不住地松了一口气 快步来到谷中的茅屋处 见到了正在焦急等待的小一仙 而瞧着消炎安然无恙地归来 小一仙也同样是落下了心头的石头 与小一仙打了招呼 消炎又是急匆匆地在山谷中 将两枚丹药所准备的药材 全部采集齐全 而将这些做完之后 他这才抱着药材 跃进了山壁中的山洞之中 准备动手炼制这两种 对吞噬子火至关重要的担药 第158章 盘腿坐在山洞之中 消炎将药顶从纳戒之中取出 轻放在面前 然后将炼制护麦丹与冰心丹所需要的材料 也全部地摆放在身旁 细细地检查了一番之后 方才轻松了一口气 见到消炎即将开炉炼丹 药老也是摇摇晃晃的 从戒指中飘荡而出 落在一处巨石之上 双臂抱着 笑眯眯地望着消炎的动作 目光瞟了一眼药老 消炎缓缓闭目 在脑海中再次将药老传送过来的 两种丹药的药方 以及炼药师所需要的分量 与火候温习了一遍之后 缓缓地睁开眼来 轻轻地搓了搓手 双掌贴在药柄的火口处 心神缓缓地沉入体内 将那气旋中央的紫色火焰 小心地抽掉而出 紫色火焰在痘气的包裹之下 飞速地经过经脉 然后透过掌心 穿梭进了药顶之中 紫火冲进药顶 砰的一声 紫色的火焰 便是在药顶之内 升腾着燃烧了起来 眼镜透过药顶表面的镜面 消炎望着里面 那些胡乱窜动的紫色火焰 带得冰凉的药顶温度逐渐高起来之后 这才偏过头 对着药老笑了笑 玄机脸色再次变得凝重 灵魂感知力透体而出 顺着手臂钻进药顶之中 将那些顽固的紫火 顺利地控制了下来 可以开始了 望着药顶内逐渐平静的紫火 药老微微笑着点了点头 心中按道 这小家伙对灵魂感知力的使用 越来越熟练了 竟然能够这般快速地 压缩着火焰的温度 微微点头 消炎手掌熟练地 从身旁抓起一株通体碧绿的植物 此物名为长青花 其枝叶中所蕴含的温润能量 用来保护经脉 是最合适不过的药草了 眼角瓢了瓢手中的长青花 消炎手掌略微停滞了片刻 将之弹射进了药顶之内 长青花刚刚进入药顶 汹涌的紫火便是扑涌而上 转瞬间 碧绿的枝叶便是迅速地变得焦黄 到了这一步 消炎灵魂感知力 努力地将紫火的温度缓缓压低 淡淡的火焰苗子 带起一阵不冷不热的温度 逐渐地熏烤着悬浮在火焰上方的长青花 随着这般烘烤的持续 长青花的枝叶表面 竟然开始渗透出一滴滴的绿色液体 随着液体越来越多地渗透而出 其枝叶也是在迅速地萎缩着 带得长青花体内 最后一滴绿色液体被压榨而出 其本体化为了漆黑的灰烬 沉落在了药顶之底 嗯 不错 以你这般出色的灵魂感之力 即使一些二品料失也有所不及 望着硝烟第一步便是顺利成功 要老忍不住地赞叹孝道 微微一笑 硝烟手掌一招 药顶之内的绿色液体便是被吸毒而出 最后被他小心翼地撞进了一个玉瓶之内 等待着待会儿融合之用 在取得长青花的能量汁叶之后 硝烟再次分别地炼化出了三种颜色各不相同的液体 以及一种用名为痰灵果烘烤而出的淡青粉末 在将所有的材料炼制出来之后 硝烟也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从那戒中掏出一枚回气丹 然后丢进嘴中 盘腿回复着体内的痘气 瞧得硝烟这模样 药楼也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难怪硝烟想要进化功法都快要想疯了 这才炼制了这么一会儿 体内的痘气竟然是消耗了这般多 现在他所炼制的丹药还只是二品 若是以后炼制三品乃至四品 恐怕要让这家伙满嘴包着回气丹 才不会中途因为斗气告捷而导致炼药失败吧 盘腿恢复了半想之后 硝烟这才睁开双眼 望着药老无奈地神色 他也值得苦笑了一声 将先前锁链制出来的各种材料放在身前 然后手掌一翻 一枚通体雪白 并且不断散发着寒气的磨合出现在了手中 望着这枚二阶的冰属性磨合 硝烟缓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屈指轻弹 磨合便是被准确地投射进了药顶之中 与此同时 硝烟手掌迅速地触摸上药顶火口 灵魂感知力压制着紫火的温度 猛然间的全部放开 顿时药顶之内紫火呼呼腾烧 几乎弥漫了整个顶内 在紫火的腾烧中 那枚二阶的冰属性磨合 则开始散发着冰寒的冷气 努力地挣扎着 想要使得避免不被毁灭的命运 药顶之中 紫火与冰雾不断地僵持着 一片片白色的雾气 从药顶顶端渗透而出 不断地向周围扩散而去 抬眼望着山洞中 越来越浓郁的白气 要劳抚锈青桃 凶猛地禁忌 使得将白气席卷而出 顿时山洞内再次回复了清洗 不过此时的消炎 并没有闲情注意这些 他的全部注意力 都被放在了 那与紫火僵持的 冰细磨合之上 体内的紫火 源源不断地涌进药顶之内 而那冰细磨合 也是不敢落后 一股股寒气 不断地被释放而出 拼了命地 想要逃脱毁灭的命运 僵持一直持续到消炎吞下 嘴中的一枚回气丹之后 这才逐渐被打破 虽然冰细磨合中 蕴含着颇为雄厚的冰细能量 不过毕竟没有耗源呢 所以在紫火坚持的不懈努力 烘烤之下 冰细磨合的寒气屏障 终于被打破 随着寒气屏障的破裂 紫火发出兴奋的翻腾之声 铺天盖地地翻涌而上 将冰细磨合包裹而进 然后开始了断烧 随着火焰的持久断烧 冰细磨合坚硬的表面之上 终于逐渐地出现了丝丝裂痕 在过得半响之后 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 磨合表面竟然化为灰烬散落而下 带得灰烬落尽 一小团雪白色的降狐能量团 却是飘荡荡地出现在了要顶之中 望着那出现的雪白色能量降狐团 硝烟紧绷的脸庞上 终于泛起了一抹喜悦 在将紫火慢慢地烘烤了片刻之后 这才将之吸一朵而出 用浴瓶装好 提炼好磨合能量之后 硝烟将手掌快速地抓起身前那几种早已经提炼而出的材料 然后全部地丢进了药顶之中 紫色火焰将进入药顶之内的几种材料全部包裹 最后开始了最猛烈的断烧 随着烈火的不断熏烤 那几种颜色各不相同的药材开始了逐渐地融合 液体与粉末的互相融合 然后在火焰中缓缓地翻腾着 随着时间的移动 丹药的雏形也是逐渐地隐隐出现在了药顶之中 此时的丹药雏形表面上布满坑坑哇哇 而且形状上也完全没有规则 表面上的光泽呀 也是青一块紫一块 看上去就犹如是一个布满棱角的古怪物体一般 完全不像那些成品丹药那般圆润而富有光泽 瞧着这丹药的雏形 肖炎心头压着的重石却是终于完全落下 到了这一步啊 炼丹几乎已经成功了百分之九十 剩下的便是最后的宁丹步骤了 手掌握着那被提炼而出的磨合能量 肖炎偏头望向耀老 见到他那微笑的脸色 这才轻松了一口气 不再迟疑 将瓶中的能量磨合倾倒进了药顶之中 白色的降乎能量刚刚进入药顶 便是被他控制着覆盖在了那枚丹药的雏形之上 然后又缓缓地旋转了起来 而同时 肖炎的灵魂感知力也是急忙压制着子火的温度 将之压缩在一个不温不火的地步 缓缓地熏烤着那被磨合能量包裹的丹药 最后一步的宁丹 足足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 那磨合的能量 才被子火不温不火地烘烤进了丹药之内 而此时 肖炎一直压缩着的灵魂感知力猛然一收 顿时子火喷涌扑上 转瞬间 那便携带着狂暴的温度 将丹药完全包裹在了其中 子焰一放即收 迅速地被硝烟再次压制在了最低点 而此时 随着子火的退缩 一枚通体玉白的浑原丹药 便是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了药顶之内 望着这枚玉白丹药 消炎忍不住地咧嘴一笑 手掌一握 将之从药顶中吸毒而出 然后飞快地从一旁取出玉瓶 将之装了进去 手掌抽离药顶 其内的子火也是急速消退 片刻后 热闹的药顶便是变得安静了下来 摇了摇瓶中的丹药 消炎清秀了一口 瓶中散发而出的药香 不由得满脸陶醉 半小后 这才对着一旁的药老笑道 互买单念成功了 这里是属于斗气的世界 没有花俏艳丽的魔法 有的仅仅是繁衍到巅峰的斗气 蜡笔小勇隆重播出 斗破苍穹 作者天残土豆 第158章 下 不错 虽然炼制丹药的过程中 出了一些小差错 不过 你的表现也极为不错 赞叹者点了点头 要老看了一眼 地面上炼制冰心丹的材料 微笑道 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 你还需要炼制冰心丹 有了这次的成功 我想 下次你应该 能少毁坏一些药材 点了点头 萧嫣小心地将户卖单收好 然后再次掏出一枚回气的安咽下 闭上双眼 静待着体内斗气地回复 半个小时之后 萧嫣缓缓睁开双眸 此时的她 已经再次回到了巅峰状态 望着面前的药顶 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然后双手伸出 炼丹再次开始 如同药老所说 有了炼制护卖丹的成功潜力 此次的炼制冰心丹 更是极为的顺利 除了开始 因为药材所需的不同 火候的原因 萧嫣略微有些生色之外 后面的一系列步骤 几乎是星云流水一般流畅 此次的炼丹 即使是颇为挑剔的药老 也是极为满意 由此可知 萧嫣这次的表现 有多么的出色 念丹开始之后的两个小时之后 此次的消炎 脸庞上有些疲惫 不过更多的 还是一股兴奋与喜悦 因为她的手中 正紧紧地握着两支玉瓶 透明的玉瓶之内 正调皮地滚动着 一清一白的两枚圆润丹药 这两枚丹药啊 便是消炎吞噬子火 而必须准备的 护卖丹与冰心丹 望着消炎疲惫的脸色 药老瞟了一眼 外面已经暗下来的天色 微笑道 炎丹的时间和我预算 相差不多 白天因为烈日的原因 紫火将会有一定的增幅 这将会为你吞噬子火 而增加不少难度 所以现在的时间 是最适合吞噬子火 怎么样 你还能坚持吗 消炎揉了揉太阳穴 笑道 当然 不过是精神略微 有些疲惫而已 继续坚持一个晚上 并没什么问题 那就好 药老笑着点了点头 沉吟道 你身上还有多少枚回气丹 十八枚 手指刨了刨那戒 消炎回答 应该够了 等吞噬开始之后 万一觉察到斗气不知 就立刻服用吧 在那个关头 若突然来个斗气枯竭 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药老凝重的道 重重的点了点头 消炎自然不敢 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好了 现在便看结果吧 说真的 我也很想看看 这紫火能够让坟绝 进化多少 呼了一口气 药老也是略微有些期盼得到 反正不可能直接蹦到玄解 对于这 消炎也是有些自知之明 虽然说紫火威力也是不俗啊 可与异火相比较起来 却无疑是相差巨大 我自然是知道 不可能到玄解 每一阶功法的跳跃 都是天壤之别 紫火或许能够让 坟绝进化功法等级 不顾 想要进化阶级 难 翻了翻白眼 药老笑骂道 苦笑了一声 消炎不再说话 盘腿闭目而坐 陈神静坐了片刻之后 眼睛乍然睁开 漆黑的眼眸中 金光掠过 带得眼睛 金光逐渐消逝之后 消炎偏过头 望向药老 嗯 开始吧 是时候了 见到消炎望过头来 药老微微一笑 轻轻点了点头 重重地点了点头 消炎目光 在摆着面前的 两个小玉瓶上扫过 然后再次闭上眼睛 心神逐渐地陷入了体内 在心神的控制之下 小腹处的气旋 突然开始了高速的旋转 而随着旋转的加剧 气旋之内的紫火 竟然是被一簇簇地甩了出来 被甩出来的紫火 似乎还有些愣神 前些天还在一起合作的伙伴 怎么就突然将自己驱赶了出来 紫火盘旋在气旋之外 将所有被甩炮而出的紫火 吸收到一起 最后化成一团剧烈的紫火 就在紫火毫无意识地准备着 冲击气旋之时 气旋之内 汹涌的淡黄斗气 猛地铺天盖地地涌出 将紫火包围其中 然后在消炎心神的控制之下 拉扯着他们 开始顺着焚厥的运行经脉流转着 在斗气包裹着紫火之时 紫火便是觉察到了危机 当下开始愤怒地冲击着周围的斗气能量 每一次他的冲击 都将会将大片的斗气能量烧成虚无 可气旋之内 源源不断的斗气被输送而出 无论紫火怎样的焚烧 都逃不出斗气的封锁 在消炎斗气包裹了紫火之时 他便是彻底失去了对紫火的控制力 不过在此时他也并不在乎 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斗气 将紫火拉扯成极为细长的火焰 然后飞快地钻进了修炼焚厥的经脉线路之中 斗气包裹着紫火 刚刚进入这条特定的经脉之后 消炎浑身便是猛的一颤 额头之上密密麻麻的冷汗不断地冒出 最后犹如滴水一般顺着消炎的脸庞一路而下 滴滴答答地砸在山石之上 消炎咬紧着牙关 体内经脉中传出的抽搐般的剧痛 几乎让得他脸庞上有些扭曲了起来 他没想到啊 即使是有着斗气做初步防护 紫火所造成的疼痛依然是这般的剧烈 服下护卖单 在消炎咬紧牙关承受之时 药老的轻鹤声在其耳边突兀地响了起来 听着鹤声 消炎手掌毫不迟疑地抓起面前的小玉瓶 然后将那枚玉白的丹药倾倒而出 一把丢进嘴巴之中 护卖单一入口啊 便是化成一股温润的暖流 从喉咙处飞快地滚进 然后穿过体内 最后在消炎心神的控制下 迅速地将修炼焚掘所必须经过的经脉 全部包上了一层淡淡的白色能量膜 虽然这层白色能量膜极其的薄 不过它所带来的效果却是极为的显著 在吞下护卖单之后不久 消炎紧绷的肌肉便是缓缓地舒缓了下来 扭曲的脸庞也是逐渐地恢复了正常 虽然经脉中偶尔还会传出一些灼热的疼痛 不过这已经能够在消炎的承受范围之内了 逐渐缓解的剧痛 让得消炎心中松了一口气 它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这护卖单的相助 它身体内的经脉 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吸收容纳斗气 恐怕等将子虎完全通过经脉后啊 自己也将会真正的变成废人一般吧 果然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心头庆幸地嘀咕了一声 药老在消炎的心中的地位 几乎是在同时无限地飙升了起来 有了护卖单的相助 消炎也是轻松了许多 虽然斗气在紫火的焚烧中消耗得极快 不过在消炎不断地吞下回气单的助力下 双方倒是勉强拉了个平手 体内的一切都在紧张的范围中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虽然到目前为止 消炎并没有发现出现什么差错的地方 不过他心中依然谨慎 因为药老曾经说过 吞食之时 除了经脉会被焚烧的危险之外 紫火中所蕴含的狂暴之意 也会逐渐地侵蚀着心灵 使得人失控 心中牢记着药老的话 所以消炎谨慎着心神 不敢出任何一点差错 在消炎用斗气包裹着紫火 逐渐运转了接近一半的焚掘修炼经脉之后 消炎脸色也是逐渐地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能模糊地感觉到 随着吞噬的加剧 一丝丝隐藏的烦躁 逐渐地攀上了心神 觉察到心神的变化 消炎顿时心中一凉 不用药老提醒 便是将面前的冰心丹取了出来 然后丢进嘴中 冰心丹一入体 一股冰凉彻骨的感觉 从喉咙处弥漫而下 心神感觉到这股冰凉的感觉 轻轻地打了一个哆嗦 那逐渐开始烦躁起来的心神呢 也是犹如残血遇到炙火一般 飞快地被融化消失 有了冰心丹护卫心神 消炎终于不用惧怕心神的失守 当下全力驱使着包裹着紫火的斗气 疯狂地运转在经脉之中 随着斗气包裹着紫火 运转在焚绝修炼脉络之中 消炎突然发现 那墙跑在最前面的一缕紫火与斗气 竟然开始了诡异的融合 哦不 与其说是在融合 更应该说 紫火正在被焚绝的斗气逐渐吞噬 望着这一幕 消炎心头又惊又喜 看这般状况啊 他可以真正的肯定一点 这所谓的焚绝功法 的确具有进化的神效 在淡黄斗气与紫火 即将要通过最后一道 焚绝修炼脉络之时 两者几乎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原本淡黄色的斗气 此时竟然完全地转化成了淡子斗气 而且在淡子斗气的表面之上 还生腾着淡淡的紫燕 不过紫燕已经不会再对脉络 造成任何损伤 望着那完全转变了颜色的斗气 消炎心中充斥着狂喜 努力地指挥着斗气开始最后的运转 斗气的运转速度越来越快 在某一刹那 已经转变了颜色的斗气 终于冲出了最后一道脉络 它们在体内完成了一道满美的循环之后 再度地回到了小腹之处 冲出经脉之后 紫色斗气源源不断地一头冲进了那不断旋转的淡黄气旋之内 随着越来越多的吞噬了紫燕的斗气 从经脉中凯旋冲出 气旋的颜色呀 也是开始逐渐地由淡黄色转变向淡紫色 当最后一缕紫色斗气从经脉中钻出之后 气旋几乎完全地转化成了淡紫色 小腹之处啊 旋转的气旋骤然停止 然后安静地屹立着 与此同时啊 山洞之中 双毛紧闭的消炎 眼睛骤然睁开 一阵刺眼的紫芒 几乎犹如实质一般 从眼中爆射出了半寸之雨 片刻之后 紫芒消逝 消炎缓缓地偏过头 望着药老 傻傻地咧嘴一笑 成功了 成功了 药老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微笑着点了点头 他已经能够感觉到 消炎体内那比先前几乎雄厚了 接近好几倍的雄厚动气 见到药老 点头确认 消炎嘴角一脸 刚欲狂笑出声来宣泄着心中的狂喜 可其脸色猛的一变 因为他能够觉察到 天地间的能量 突然正对着自己拼命地涌来 老师 怎么回事 偏过头 消炎有些惊恐地问道 突如其来的变故 同时是让得药老有些惊恶 眉头围皱 然后闪闪来到消炎身前 手掌触着他的身体 瞬间后 仓老的脸庞上涌上笑意 当真是好事不来则已 一来则是接二连三啊 恭喜你 冲破斗者 成为斗师的时候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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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